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恩制作主持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午安 欢迎你再次的收听灿烂时光 我是黄恩 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开场的蹭月 真的有一点老 我突然想起这好像是我大概国中高中的那个年代 当时呢理查克莱德们非常非常的受到欢迎 所以我们很多女生呢就开始去学她的一些曲子 那时候我练过这一首歌 但今天找那个背景音乐的时候突然点到她 刚刚听到的时候有一点惊喜 然后还有一点回忆 好听众朋友今天礼拜二 礼拜二的下午呢 我们的单元主题是梦想学堂 然后今天呢 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进行一场书店的旅行 为大家介绍一家在我们台中市的巷弄转角的一家书店 叫做新手书店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开始点头 因为这两年跟他相遇的朋友实在太多了 书店的主人叫做郑雨亭 宇宙的雨 家庭的亭 郑雨亭 他从小很爱看书 然后常常想象 如果在一座城市里面呢 就在那个转角有一家书店 像店演的那样的场景 那样的剧情 那该有多好 然后呢 他就真的在台中市开了一家 很任性的转角书店 说他任性呢 是因为刚开店的时候 他坚持书店里面只卖一百本书 然后任性的地方还包括 里面卖的书都是老板 书店的主人喜欢的书 然后还有什么 包括书店开店的时间 一个礼拜叫三天 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很任性 好 今天呢 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新手书店的主人 郑雨亭老师 要欢迎雨亭来跟大家聊一聊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节目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新手书店的郑雨亭 其实有去过新手书店 对雨亭的声音就不会太陌生 因为听说啦 我是没有这样的经验 听说要走进书店 只要被他抓到 他就很可能会念一本书 念一段诗给你听 我其实蛮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那刚刚主持人讲说 很多人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 会稍微点头一下 我刚刚心里在想一件事情 就有些人点头 有些人摇头 点头的是因为我开了一家书店 摇头的是说 这个人怎么开了一家书店 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事情 当然欢迎来到新手书店 因为新手书店可能是我对这个城市 的一个小小想象 刚刚主持人讲 虽然我们常谈梦想 但是假若我们没有去 真正做到一些 我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的话 有的时候我觉得 那可能是嘴巴里面想想的梦想 只是假若你能想象 城市有一个转角书店 你真的把它做起来的时候 那是非常有趣 而且我觉得自己心里 到现在然觉得很美好的事情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 一般走进书店里面 都会问你的一些问题 你说的书店几个 怪问怪答 包括像我刚刚问你的 为什么开书店呢 然后对这个书店到底有什么期待啊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好了 好 书店的怪问怪答非常多 我先回答主持人的怪问怪答 等等我也可以提供一些怪问怪答 给听众们去想一下 看可以怎么回答 上次看到你这样说 为什么开书店呢 因为好像脑神经扭伤了 没有 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开书店 但我现在要讲比较严肃的就是 我有一群朋友们 他在中心街跟向上北路那里 就是范特西 微创文化 他们在那里做了一些小小的店铺 那那个时候 我有个朋友在里面做招商经理 他就问我说 你觉得我们这个店铺 有没有少了一些什么 或者是你觉得还可以增加什么 我那个时候给他的提议是一家书店 那当然讲话不用负责任嘛 就是跟他讲了一个书店 那刚好在五年前的时候 文化部有个创业圆梦计划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帮他把计划写好了 我说这个其实是可以去申请计划 看我们有没有一个启动的经费 结果刚好就这个机会 我的朋友跟他的老板讲了 老板大概在过了两三天之后 就打电话给我说 郑宇婷啊 如果要做书店 一定找你 所以从此我们就开启了一段 应该说互相陷害 互相努力求进步的故事 一直到现在 现在已经四年多快五年了 所以你原先提那个计划 你没有想要在那边 真的完成你的梦想 其实原来并不是我会去做 没有那么认真的想 而且原来我们的计划 并不是在那个街角 我们其实只是在里面的 一间小店铺而已 谁知道后来越弄越大 本来我们那个是 两个店铺的一个店面 结果旁边人走了之后 我变成一个这么宽阔的 一个小小的书店的店面这样子 所以就开始了 大家都会问说 你怎么会开书店 其实跟他讲这些 比较没有这么的有趣 所以我有时候跟他讲说 应该是脑神经又扭伤 所以才开书店 这是其中一个怪问怪答 然后还有 对书店有什么期待 你说期待林志玲 有一天走进来买书 其实这样讲好了 很多人问我们说 你如果开书店 你应该对书店 或是阅读有一些想象 但我其实是有想象的 但你没有办法 这么快的跟客人讲清楚说 你到底开了这书店 对这城市有什么样的想象 所以我就讲吧 想象某一天林志玲 或者是我们喜欢的明星 会走进新手书店 跟我买书 我就觉得 哇那真是太棒了 因为原来他也喜欢看书 他也走进书店 这就是我一直 对这个城市的想象 就是假如我们城市里面 都是连锁的餐厅 或者是便利商店 或者是银行 我们不会觉得 这个城市有趣 假如我们今天不小心 走进一家书店 偶遇一本书 甚至这家书店老板 他可能很古怪的 在你面前念了一首诗 你觉得 哎不错 那可以把这本书买回去 这个城市就太有趣了 所以书店其实就是因为 想要遇见林志玲 不对 想要遇见每一个人 很多喜欢看书念书的人 才发生的 对 好 那这样一路走了 也四年过去了 刚刚那个书店的怪问怪答 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有 我们书店被问过最有趣的一个问题 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他有一位女孩的读者问我说 如果不爱一个男人 又要重新爱上一个男人 请问要读什么书 这个应该问书店老板吗 我觉得这问题好难 但是有耶 因为我们有卖卢米 就是有一个印度斯人卢米的诗集 其实我有告诉他 我说你可以读那本书 他当然有翻 但他没有买 但我的书店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希望大家走进来 可以获得他生命中的某些答案 但那个答案并不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但你翻翻书总是好事 年轻人也会来问 他会说他觉得人生没有方向 要读什么书 我通常建议他们从我的书店 走去柯博馆再走回来 如果觉得还想要问问题的话 我们再来谈要读什么书 因为我觉得其实走路比读书 对你的情绪还会有帮助 你给了一个好可爱的答案 很有趣味的答案 其实书店里面的故事 书店的怪问怪答 很多很有趣 大家有机会走进书店 你就自己可以创造出一个怪问怪答了 那刚才我们提到 这是一家非常任性的书店 所以开店的时候 你就那么坚持 店里面只摆100本书 为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实验 因为我一开始 我去观察书店 其实现在的书太多了 就是太足 以及它太丰富 所以我有时候走进去书店 我会觉得很害怕 因为我觉得有这么多书 不知道从哪里读起 所以新手书店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给他的期许是不要书多 他要好好的选书 要精选 所以我那个时候 其实把精选这件事情 我在提计划的时候 是写了一个1500本 可是我们后来真正做的时候 我们把它降到100本 就是这些书在100本之内 是我可以掌握的 就是我可以用这100本 我看我要读给谁听 或者是我要介绍给谁看 我都可以掌握 所以一开始它其实是这样 然后我这个实验 其实到目前还一直在持续 就是我慢慢让它涨 就是把这些书的数量涨出来 原来的100本当然还在 它可能会涨成200 300 500 当然这跟我们的经济规模有关 就是我们也想要赚到书的进货的价钱 所以那个时候是卖100本书 卖多少书进多少书 那我们现在大概有1000到1500本书左右 所以我们一样是 每个礼拜我们大概卖了多少书 我们在想办法进多少书 那有一些书我们当然会专门去推荐 所以它的书的数量 其实一直在增长的 100本是一开始 所以它其实一直在实验当中 慢慢走到一个 我们觉得它还不错 我们可以掌握的范围 这也是我自己对书店的 经营的一个练习 可见到在新手书店走 它的读者好像越来越多了 我们常常开玩笑 它是一家观光名胜书店 但蛮有趣的 有时候觉得你来这个地方 你可能不是只是吃吃喝喝 或者是买个饮料 或者是很单纯只是拍拍照 你走进一家书店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 我们书店专门提供别人自我感觉良好 回去之后会觉得 对今天确实做了一些不一样的 我自己看待这件事情是蛮正向的 我觉得它挺好的 然后这里面卖的书都是你自己精选的 而且都挑你自己喜欢的书 因为你很喜欢文学小说 这样讲好了 就是常常有人问我说 这里的书其实并不多 你说1500本跟某些真正藏书家 或者是可能你家里面有非常多书的人比起来 它其实还算是少的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这里的书你都看过吗 我常常跟他开玩笑说 我一天我也只有24小时 我不可能看过所有的书 但至少所有书都是我摸过 这样讲好了 我的书店的书自己挑 挑的原因其实很重要 就是我希望这里的书 其实是可以比较容易接触到人的 它不是很难的书 它可能是跟文学跟生活跟美学跟艺术类型有关系的 这些东西它不会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出现 但你只要认真去接触它 就你透过书本去接触它的时候 你会有所得 因为我们不可能天天活在文学跟艺术跟美学之中 可是你读书可以 所以你来到这家书店会接触到这样子的书 我挑书的目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选书会不会压力很大 这样讲好了 其实书它自己会长 当你选了一本 我这里不能讲说我们选什么样系列的书 就是我们不能打广告 但是我们都知道小说出版社常常有一些系列 它自然会长出来 你选一个德国作家 它会长一群德国作家 你选一个俄国作家 它会长一群俄国作家 你选一本香港诗人 比如说野诗 你跟他所有时代的东西都会出现 选书很多人把独立书店选书讲得好像很神圣 但是我自己认为 他就是一个书店人的不断的练习 你看到了这个作者 他就会长出一群 然后你的眼角余光 就会再扫到其他的 他就会长出了一些其他的作者 你选了一个美国的当代作家 你就会看到同时代其他作家在你面前出现 我自己觉得那种感觉是很美好的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看完书店的书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你有看过所有书店的书吗 没有 但每本都摸过 我真的 这女婷看过书实在是太多太可怕了 她说不是她自己找到书 是书找到了她 好我们先聊到这里 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回来再听新手书店的主人 郑雨婷 跟大家聊书店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 其实刚刚开玩笑的问一下 就是书店的一些怪问怪答 然后她对书店最大期待是什么 有一天林志玲 可不可能走进书店来买书呢 虽然没有等到林志玲 可是雨婷说其实也等到了一些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蛮有名的一些演艺人员 一些明星 像王雨婷 他们也常常会到台中来 然后就会来到新手书店 所以发现 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看书的 我们一直觉得 传统书店不断的洗灯打烊 然后甚至那个连锁书店冲击也都蛮大的 所以感觉好像大家眼球的焦点 都已经从那个纸本移到影像的部分了 所以现在越来越少人看书了 开书店真的是傻子才会做的事情 但从你在新手书店的际遇 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啊 应该这样讲好了 我对阅读这件事情的想法 其实可能跟一般人对阅读的想法比较不一样 我自己比较把它视为一种生活 所以其实你生活中处处都有阅读 你不一定是阅读书 你可能是阅读文字 你可能是阅读招牌 你可能是阅读广告传单 只是我们现在时间太零碎了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你读什么书 他跟你说我读的是脸书 脸书上的文章都是片段片段破碎破碎的嘛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有阅读的需求 只是我们如何用书去取代你可能常读的脸书 所以在我的选书方面 其实我自己会修正 比如说诗散文短篇小说 像这样子的书 其实是还蛮适合现代人阅读的 因为你读一篇短篇小说 可能不花你多少时间 可是它可能会造成你蛮多的影响 就你可能这一整天 你都会被这个故事一直带着走 那你读诗我觉得最好玩的 我常跟年轻人开玩笑说 你口袋里要有一首诗 因为你有时候碰到人 你可能不知道跟他聊什么 你跟他讲说 我今天读到一首什么样的诗 那其实是很美好的事情 你可能不小心读个聂鲁达 你可能读个陈玉宏 都是很棒的事情 以前我们常读诗的时候 就讲说那达达的马蹄 对不对 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对 如果你现在仍然维持着说 你口袋里面有首诗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那就是一件很美好事 而不是我们一直去强调阅读很重要 所以其实在我书店 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其实是需要书的 我刚开个玩笑说 有个年轻人跟我讲说 他不知道生命要往哪里去 大学毕业要做什么 我叫他去走路 其实我碰到太多这样子的人 我常常跟他们讲说 其实你阅读真的不是找答案 为什么读小说 为什么我读春上春树 他可能有某一段话 某一个句子 他会打中你 为什么我们读张爱玲 他可能会打中你 然后你会发现 那东西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不是你的哥哥姐姐 不是你的兄弟姐妹 可以给你的 是你可以一直带着 因为那句话戳到你了 我觉得我们阅读是为了这个 所以很多书店 很多店里的客人来 他们都想 我感觉得到他们 其实都是有需要的 阅读因此而发生了 当然我也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中秋节 大家一起来烤肉啊什么的 新手书店中秋节烤肉 搞得跟封街一样 我们那附近的年轻人 通通跑来我们那里烤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们礼拜六礼拜天 会办讲座 会办音乐活动 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他可能不是天天看书的人 可是他们是需要书的人 所以书店有很多事情会发生 对 他们是需要阅读的人 而且我自己有观察到 这个年纪 新手书店阅读的年纪 大概在22到40岁 我们自己看 这样子的年纪 其实他刚毕业 他的时间还很多 他可能不一定有家庭的拖累 或者是有工作上的太多的疲劳 他可能还在寻找他们人生的方向 他们是真的需要阅读的 所以我的书店其实为了他们而存在的 我以为还有另外一个族群是 就是中国人类 像我们这样的 老人家也会习惯纸本阅读 纸本阅读很有趣 就是我自己看待他不会过时 因为他可能是某种技能跟认证 所以你如果 比如说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 我还是会带着他一起看书 晚一点让他接触3C产品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还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技能 他不会过时的 好 听众朋友 你现在听到的是教育广播电台 章话分台 灿烂时光节目 我是黄恩 节目进行到这里 已经下午的3点34分了 今天节目特别特别的快 因为其实今天现场有一个 很会说故事的书店老板 我很喜欢静静听他说 听他说他的书店 还有他的选书 他遇到的这些不同的读者 然后跟他们之间那些很有趣 很深的互动 好 今天邀请到的是 新手书店的郑宇婷 他其实年纪很轻 但是做的好像都是一些 就是只有过去那个古老的年代 很坚持 然后还是抱着一个梦想 很有热情在燃烧的人 才会做的事情 好 他在台中市的向上路上 开了这一家转角书店 其实很多朋友透过脸书 或者是自己亲朋好友的分享 对这一家书店应该都不陌生 那刚刚听雨婷 聊了一些开书店的一些想法跟期待 还有他在书店里面的遇见 遇见各式各样的读者 然后他在书店里面 其实也举办了包括讲座展览 有新书分享会 其实这边有很多的新手作家 会透过新手书店来跟读者做第一次的接触 对不对 其实最近好像也就有好几场 这样讲好了 我的新手书店的讲座 我其实自己有去设定它 因为新手书店它不是一个 多么比如说严肃的书店 它其实还是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书店 所以我自己有去设定 我走进来我们书店可以办讲座的人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不同类型的人 上个礼拜我记得有一个日式住建筑的讲座 然后同时间其实有个妖怪的何静瑶 作者何静瑶有来分享他的写作 所以我其实把它类型拉得蛮广的 甚至插画 甚至大块文化的发行人 好名义好先生也来讲过阅读 所以我其实是希望它有各式各样 不同类型的讲座 大家可以走进来 当然也有侦探小说 也有音乐的各方面的讲座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们曾经为一本 自酿啤酒的书办过讲座 当天那个现场 这么小众的书有人来吗 有有有 当天那个讲者 他还自己带自酿的啤酒来 所以那一天晚上 其实我们书店有很多啤酒的 啤酒花的味道 那感觉其实还蛮好的 所以其实我们深夜讲座 我们一开始 我们是从9点开始 然后讲到11点 但礼拜五晚上 我们自己设定是说 假如你今天是个上班族 你礼拜五晚上可能 会去看最新的电影 或者是跟朋友去吃饭 那你为什么不来书店听个讲座呢 所以那个时候 发心是这个样子的 结果大家一讲都会讲到很晚 从11点讲到12点 所以后来把深夜讲堂的时间 往前就变成8点 甚至有时候早一点开始 我们去看那个讲者 他可能比较会讲 我们就大概7点或7点半开始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讲座要在晚餐后 大家吃完了晚餐 走来新手书店听一场讲座 讲完大概也10点左右 所以其实是OK的 那这个讲座 它其实一直都有延续 我们自己碰到喜欢的读者 我们就会把时间拉给他 最近的一场会是读古文遇到湘敏 3月10号 那天是礼拜六 读古文遇到湘敏 对 他其实是一个中兴大学的中文系的老师 他专场是六朝文学 但他其实平常很喜欢在网路上 跟人家引战 那他引战的对象 其实都是湘敏 他举的例子 其实都是一些文学的例子 你说六朝就是魏晋南北朝 对魏晋南北朝 所以他的赏文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你读着读着 他会告诉你说 你会看到一些以前文人的做的事情 跟以前是历史上的发生一些事情 他的赏文写得非常有趣 欢迎大家来听 我好期待这个老师的分享 不过我会更努力的把老师 邀请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跟更多的好朋友分享 其实新手书店呢 除了那个讲座之外 你们也给新手作家很大的一个舞台 为什么叫新手 好像其实这个都有关联 对 他其实是有一个关联性的 就是比如说新手书店 我们最早这个新手两字 其实是来自瑞蒙卡佛 他有一篇小说 有一本小说叫新手 讲瑞蒙卡佛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记得两年前有一部电影叫鸟人 很多人都看过 他里面有一个舞台剧 他们在扳演的那个舞台剧 那个舞台剧叫做 当我们讨论爱情 我们在讨论什么 那一篇短篇小说的原名 就叫做新手 所以我其实是拿新手这件事情 来当新手书店的店名 但给了他一个新手名字之后 自己就对他有很多期许 就有很多年轻作家 比如说像何静瑶 他其实从第一本小说 他就来我的书店分享 我自己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情 我们书店跟作家一起共同成长 最近还有一场是3月24号 我以前有一个学生 她是写诗的女孩 她出书了 她说老师我一定要去你的书店分享 而且要找你对谈 我当然觉得很紧张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情 就是假如我自己的学生 可以来我的书店分享他的诗集 我觉得那太好了 所以新手书店 其实一直以来就会办这样子的讲座 让新手作家可以跟大家见面 所以新手书店真的不只是单纯的一家书店 它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在这边互相的撞击 然后激发出更大的一些能量跟可能性 刚刚听到雨婷说 你的学生也要来这边办新书发表会 其实之前就是在开书店之前 你是常常台中台东来回跑的 对不对 你在台东大学教书 我其实是个监客 就是通识中心的监客讲师 那我那个时候给自己一个期许 因为我自己觉得文学 它不应该存在 单纯只存在课本或文艺营里面 它要想办法去面向更多人 所以我那时候监客范围很广 我甚至教过工厂 我在坛子工业区也教过书 就是很多建教合作的课 我都会去教 我自己觉得文学 它其实范围没有这么狭窄 我就会想办法让书去到 或者是我自己读的短篇小说 去到一些 大家觉得它可能不会去的地方 我印象很深刻 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不是读很多现代诗吗 我会跟我的学生说 今天我这项课不读诗 你把现代诗用剪刀 一个字一个字剪下来 重新贴成你自己喜欢的诗 他们好喜欢做这件事情 就是你最讨厌哪一首诗 我就拿去放大 放大成A3的字 然后你一首一个字一个字剪下来 然后贴成一首你自己喜欢的诗 不要贴成原来的 贴成原来我给你零分 你要贴成你自己喜欢的诗 那一刻你会感觉 每一个字是有重量的 因为你把它剪下来 放在桌子上 你会觉得有点悬晕 不会像你现在电脑打字 字就这样琵琶一下 全部跑出来 它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你看到字字看到你 然后你再用胶水把它贴成一首诗 这个上课的方式好奇妙 很有趣 其实我自己对阅读这件事情 我想的范围还蛮宽广的 我认为这样子可以让更多人爱上文学 甚至觉得文学没有这么的困难 所以当初书店一个礼拜只开三天 三天五六日 就是因为你还要来回台中台东去上课 还有其他地方的课在上 那现在呢 现在就专心把书店做好 因为我自己觉得这家书店能做到的事情已经超越我一开始的想象 所以我还是希望用我自己的力量去把它经营下去 没有办法顾到那么多事情 所以就专心把书店做好 那因为你在书店里面进行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实验 这些实验的方法在可能旁边的人 身边的好朋友看起来都有一点傻 然后真的是有点天真 那这个大致若鱼的实验呢 一路走来到现在你遭遇哪一些挑战 然后结论是什么 你有得到结论了吗 我目前还没有得到结论 可是我的挑战其实一直都有 因为我们不能单纯只是让书店开着 就是我们还得请员工 而且我对自己的书店想法 就是我希望他常常可以开着 所以我们的旁边的朋友 一直为我的经济状况非常的担心 上个礼拜吧 还有朋友找我去吃饭 他说郑怡婷 我很担心你没饭吃 所以我晚上找你去 我请你去吃个宵夜这样 单纯只是聊聊天 所以我有时候想想说 新手书店其实他没有赚到太多的钱 至少他是可以平衡的 就是我们还有卖冰棒 就是我们还有卖皮包 我们还有卖一些小东西 用这样的方式 让店其实是可以长 就是延续下去的经营 我还没有看到结论 只是我一直觉得这家书店 你可能一年两年 你可能没有看到它的成效 但是你可能三年四年五年之后 我认为它还是会造成一些好的影响 我们的邻居就是我们书店旁边 其实有一个集合式住宅 我常常看到邻居 有时候没事绕过来我们书店 或者是来跟我买个冰棒 一买买好多 我当然知道买书大家不容易 可是买个冰棒 买个水果冰棒 回去大家饭后吃个冰棒什么 我觉得他们都是在支持我 所以你说我大致若愚吗 就是我看到这么多人支持我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应该要继续下去的事情 哪天我觉得累了 或者是哪天我觉得疲乏了 我在书店有非常多年轻人 他们会告诉我说老板 不管我帮你雇店好了 那你就会觉得 那好啊 那就继续做下去嘛 那还没有看到真正会发生什么事情 只是觉得可以持续 好 之所以这样问 是因为新手书店虽然有它很独特的味道 但是它真的就是呈现一种 不会赚钱的氛围 那这样的路到底要怎么走下去 可以走多久呢 身边的朋友应该都会替你蛮着急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好 各位听众朋友很快的 时间来到下午的三点四十九分了 我们今天在灿烂时光节目里面呢 继续为大家访问的是新手书店的主人 郑雨婷老师 刚刚雨婷分享了很多书店里面美好的发声 然后不过可能他身边的朋友比较担心的还是 开这家书店到底能不能喂饱自己啊 尤其现在他是新手奶爸了 已经已经有孩子了 家里有一个迷你小孩 现在他也是你很重要的重心 那虽然你还是对这个书店充满了希望 然后充满了期待 也觉得走到现在 他已经演变成就是你原先没有期待的 没有预期的一个样貌了 但是说都没有比较孤单啊 或是辛苦啊 觉得好像走不下去了 那样的情况发生吗 都没有吗 其实蛮多人想要听到我讲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这样子的辛苦或者是努力的历程 但我其实很感恩很感谢 比如说我每个礼拜我会去北屯路上有个经销商的仓库 我会去那里自己进书自己选书回来买 老板都很鼓励我 他做了这个书业三十年 他有一次对着我说 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是为了梦想开书店的 直到碰到你 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没有这么的辛苦跟疲累 是因为有太多人鼓励我跟扶持着我往前 所以我只要持续做这样子的事情 就会有人看到并且有人帮帮我 我自己觉得这就是也许心存善恋吧 或者是你要专注把某件事情做好之后 这些人自然会 你会有贵人会出现的 所以就算常常累到整个感觉都要虚脱了 觉得干脆卖鸡牌比较赚钱 但隔天醒来 对 又在走在书店的路上 我有时候晚上回去 我会觉得很累 因为你有时候觉得卖书 因为成本比较高 会觉得好像没赚到什么钱 然后这家店又要继续营运下去 那你隔天起来 你会发现书店还有这么多好看书 没有介绍给别人 不然再努力一天好了 那种感觉很奇妙 我常跟他讲说 这痛又快乐的活着 每天日复一日的就是这样子发生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生活状态 所以虽然书店不好经营 但是你就是这样痛病快乐着 继续的走下去 其实书店现在感觉还充满了活力 而且书店里面的书啊 从一百本现在也涨到了一千到一千五百本了 感觉那个规模又比较壮大一点 但你说会计也是常常会打电话跟你说 老板你这个月可不可以不要领钱了 你让员工都可以领到薪水 这样讲好了 但自己要努力去外面找钱 对 我自己要想办法 我自己觉得这其实是艺文工作的常态 就是我们虽然从事艺文工作 其实未来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可能会更多 就是他可能不是只有一份工作 他可能有两份或三份工作 我店里有非常多年轻人在帮忙我 你得让他们知道说 这家书店其实它的延续跟他们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他们不断的提供点子办展览 然后设计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橱窗展示 他们当然要有薪水 可是他们也看到老板用这样子的方式 在维系这家书店 所以假如哪一天这些年轻人 他可能不做这份工作 他去做别的工作 他也会长出他自己的样子 所以我常在跟店里的员工开玩笑说 也许把一年两年之后把你赶走 让你过一下自己创业 或者是自己从事艺文工作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 但这件事情到现在 我们仍然在抓那个平衡点 就是我们如何让这个书店的营业额 因为我们自己还是会去算 让他可以维系到说 大家员工都可以领得到薪水 当然老板就是另外啦 所以这家书店 他其实是还可以勉强供大家自己生活 过得还不错 会担心啊 每个人都会担心 很多人担心书店不见 但是我常跟大家开玩笑说 也许吧 这家书店哪天不见了 至少他曾经在这里存活过 就这样子而已 美好的事情曾经发生过 是 好 不过希望他不要这么快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书店里面 目前有一项那个活动叫做 一箱古本市 一日书店主的募集活动 是 什么叫做一箱古本市啊 这样讲好了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们每个人家里面 都有非常多的书 这些书他可能不是在某个情况下 你买到 就是你可能累积越累积越多 这些书怎么办 也许你拿去二手书店卖 但他其实卖不到多好的价钱 我认识非常多人想要开书店 所以我其实后来长出了这个活动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带着你的书 在每个月的 我们好像是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 还是第三个礼拜 我忘记 可能要去脸书稍微看一下 你就来 然后面对读者 告诉说你看这些是我的书 然后我想要介绍给你 你可能用比卖二手书好一点价钱 把这书买走 所以我们这个持续办的 现在已经是第七回或第八回了 所以就是自己的书自己卖 然后你只能带一箱 你不可以带一卡车 你只能带一箱书来 那这些书你必须是选过的 那你跟你自己有关系 你才可以介绍给别人啊 很多人都想要当个书店老板 所以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去看看 就自己卖自己的一箱二手书 反应还不错 每个月都会有人来报名 然后也有妈妈带着孩子来卖 好像也可以去拜一下 我觉得蛮好玩 还有医生娘会来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他拿一些 他以前读过诗集 来新手书店前面卖 其实有时候去卖书 可能卖书到其次啊 跟很多的人聊书 分享他喜欢的书 这大概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吧 所以你发现了新手书店 这四年多快五年以来的改变 就是我们从卖书 变成跟很多人聊书 然后慢慢他跟社区产生了一些关系 就是这个社区需要什么样的书 这个区块需要什么样的书 我们其实慢慢自己也都一直在修正 从一开始只卖我读的书 到现在我们可能会卖一些不一样的书 包括我们现在做简单生活 大家都需要吧 就是大家生活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如何把生活简单化 我们下一个档次是跟职业有关系的书 就是不同职业的人会写的不同的书 有空姐写的书 有做工人写的书 我觉得这对我们而言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选书尝试 就是把生活里面好像一个小小的细节 把它放大 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故事 其实我很喜欢你之前有分享过的一段话 就是有一位日本作家古景仁 他在东京本屋济世 因为你分享这段话就让我好有感觉 你说当那个作者这样写的 当一个人春风得意的时候 好像不太适合走进一家小书店 可是当他在人生可能比较不安 或是比较悲伤的那个阶段 走进这么一家小小书店 可能会带给他一些不一样的方向 或是一点慰藉 我看到那段文字的时候 其实当下就会觉得 好像你那种幽微的心情 突然之间照进了一个昏黄的温暖的烛光一样 有没有觉得跟电台的存在 就是跟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存在 也有一点关系 其实我们都需要 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温暖的声音 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昏黄的灯光 光下的某一家书店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 确实有蛮多人需要这样子的 所在的节目的声音 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 如果我们外地的好朋友来到台中的话 也可以去逛逛这一家 非常有趣 也是有机的书店 因为它不断的在成长 在改变 有空来逛逛吧 然后如果你刚好有机会遇到郑宇婷 他真的会抓住你 那一段诗或者是读一本书给你听 好 今天非常谢谢郑宇婷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麻烦你 没有问题 谢谢您 好 听众朋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